成立的话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这两个其中一个成立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呢 不标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是标准 反之的话就是标准 OK好条件 OK确定 确定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往下填满看一下 好各位可以看到 那如果像这个地方有没有他这个是这两个是过胖 这个是过轻有没有那这个也是过胖 过轻 标准有没有那这个是有一点点比较瘦一点不过是在范围之内最标准 这也是过胖 对不对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真点百分比的结果出来 OK 我想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用那个不标准来做判断 用偶的部分来做 这个是综合练习一的部分 综合练习一的部分 综合练习二的部分 这个地方他要做什么 你也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要利用几个 用if 跟and 这个地方要and 跟laps函数 那要做什么 这题目有点旧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用的是台北线 跟台北市 这两个是一个条件 他要怎么样呢 年满 70岁 而且要包含 所以是等于 年满 大于等于 60 长者 长者 可以请领 那个 这个这个 津贴 老人津贴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为什么要用laps呢 主要是因为 什么呢 台北 台北 不过 如果说这个地方 假如说资料更新的 变成 新北市的话 那你用那个 用 用那个laps 就不行了 那哪来 新北市 台北市 那就要改成laps 或者用mid 也可以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不改的条件下 你可以用laps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更改 比如说你把那个 台北线 改成 新北市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取代 把它取代成 新北市 再做一次看看 OK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等一下先做完练习一 再做做看练习二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解练习二的部分